現在是Facebook還是... Facebook Facebook? 好啊 來啊 好啊 你好啊 你好啊 鳳伯,你好啊 哈囉,女王 為什麼是我在這裡 其實 你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發生了一些人生不如意事又十常八九 天下不差之風雲 沒錯,蕭公近來都是... 比較忙 比較忙一點 我們在苦等的情況下 唯有... 拋個身出來做 大家很快就會見到小公 是不是真的很快的? 你不要點人 希望啦 我們今天大家如果有看新聞都知道有幾件事 昨天都開始... 肥仔 是斜的 麻煩,對方水柄 昨天看新聞都知道 我們有一位尊敬的,很講誠信的一位局長 咦,哪位呢 很有誠信的一位局長就說 公職人員的誠信是很重要的 是 是 是 在美帝萬惡的地方 傳來惡號 我們尊敬的... 惡號 死了 愛國亡我,國之心不死 當然一定是這樣說的 真的這樣嗎? 沒有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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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倉意的就說 這不是正式聘任的 當時機構就說 我們沒有授權過何先生幫我們 割蓆 他之前就說美帝是司馬昭之心 是 出現了一些司馬昭之心先的 就說他因為跟俄國談那單大雕 是 這個都跟蕭光公之前說的 所以我今天都回看蕭光公之前說的那個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會跟俄司談一單大雕 其實我們還沒有繼續說下去 其實我們現在在互相猜拳 後場猜拳 很明顯 我們等著蕭光回來說 為什麼我們要猜拳 我們要做個引子給蕭光講兩講 他一下來馬上發炮 煉環射擊 這件事就是 說他準備了一千塊大雕 然後現在就是釘 等等等等 蕭光公公正正在來的 我現在只不過是陰庸遠在這樣 坐在那裡 其實我真的不想 因為我知道 沒有人可以取代蕭光公的地位 我亦都沒有這個打算 其實現在一個中數 我應該在浸腳 還有在敷面面 還有在打我的機器 這樣 你明白嗎 但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我們這個人丁單薄的小台台 蕭光公公又很努力的捏著車子 我相信都 所以大家多多包餡 海餡 等多一會 所以剛剛第一時間 昨天 這個華信基金 就是華信公司 我忘記了一間公司 有一個中國能源基金會 就說他是 這個美帝司馬超之心 但是隨後就說 我們沒有跟學生沒有任何關係 他所做的那件事跟我們沒有關係 總之他現在掃了二千萬 就是他自己 out of他的 pocket 為國 捐他 捐贈 捐贈 捐錢 胡雪岩那隻Friend 為了 紅頂商人 沒錯 只不過 紅頂 起碼也有個紅頂 這時候他把東西拿出來自盡 相傳是 鋼頂紅是這樣的 現在他就沒有辦法了 他來不治自盡 但是 為什麼不派誰去救他呢 戰狼呢 戰狼 因為他沒有中國護照 何志平可能拿特區護照 那就拿不到你回中國了 但是德區護照是一項中國公民的 不算啦 他幾個官去到上塔 郭文貴回去都被人逐出境 是啊 真是戰狼 洗頭艇 洗頭艇 特級洗頭艇 下一套他應該是戰狼衣服 就是大戰CIA 就拯救何志平 我們 放電劇本給他 但是 我們這樣說 如果美國當局是沒有掌握相當的證據 盯了很久了 應該 在你美國境內才扯你 是啊 因為他們不流行跨境執法 相傳是可以的 拉登也是跨境執法 那些就叫做雖遠必豬 那他在公海裡 扯你一個何志平 就是你自己都在我聯合國大樓 你聯合國大樓其實在美國境內 你不要以為梵蒂江在意大利境內 他出去了 當然應該不是在那棟野裏面 應該是他走的時候被人踏了 就算你在棟野裏面 你都在美國境內 他很久了 真的不認識 真的問一問蕭公 我可能考考他 到底那棟野之內 美國的屬不屬於 因為你知道一般領事館 就不屬於那個主權範圍 就是他在那裡 聯合國不屬於領事館 是嗎 我們又問一問專家蕭公 那些國家做事 為什麼不在那裡 我真的不明白 都是怕被人盯上 以為那裡很安全 以為那裡很中立 因為我拿正牌去見所有人 其實我覺得蕭公司一會兒來到 我們真的要問問他 白手套的MO是什麼 即是他們的犯案手法 對不起 為什麼我那個犯案 我不應該用這個字 我應該說他們的行事手法是怎樣 都是啦 現在被人盯上了 是 賄賂 最好笑的就是 那個官邸 那個內獲 現在多些資料出來了 應該被人勾線 或者被人錄音 還是怎樣 最初何志平打算給人家多少錢 十萬里金 然後那個人 那個炸得的外交官 不知總統有沒有跟他說 有沒有搞錯 十萬里金 你叫阿叔洗澡也不夠 他說這個中國人常見的手法 就是試探你的底線有多低 你想想 你要給錢人 一個非洲 油獎 都會問你 撐你的肺 會不會太少呢 嗯 但你有沒有發覺香港有很多人 是 唉 香港很多人是 總之你肯給一個價錢就可以 是啦 主動獻身 這次就是 我先表示了忠聲 然後你再決定我的價值是什麼 到時你再打上我 他似乎有種所謂 大家也知道 醫生本身是因為他的醫術了得 眼科治很多位領導人的眼疾 從而接觸到權力 接近權力核心自然有亢奮 很多人開咪亢奮 不過不問我們 所以跟著 當然就跟正圈結束了 亦都走到今時今日 我們很沉重 你覺得我們很欺負 好像悼念一位 我們很尊敬的朋友 其實也是 紀念一輯 如果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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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記念 不好意思 紀念中學 這個也是一個挺令人嘆息的事件 就是一位傳統港英培訓出來的 都算是一位精英人物 讀藍拔稅 然後一步走來 他很聰明 相傳說在 高財生 他在高財生 在那裏先讀 好像在讀 不是 他本身的音樂都很聰明 很多才多藝 然後又不是 總之他第一次讀藝 又不是做讀醫的 在那裏讀完 不知道讀完什麼 然後最後才讀醫學 然後又回來 做到醫學教授 所以其實 他絕對是屬於港英時代 香港的一種 一個精英分子裏面 其中一個 但是他是在 老董年代 為國家效力的 之後他淡出了特區政府 之後就似乎 因為當年阿曾不要他 就先刺他 慘慘珠 相傳時是開會睡覺的 哈哈 然後求籤 另一天求籤 就求了下籤 是 那 下籤其實也意味了他自己的將來 即是他現在身陷這個 XX 大家明白了 但是 在美國現在 我就不知道 他到底聘請了律師沒有 他的律師是誰出資 幫他聘請的律師 是否我們表面上看到 迅速割席 其實真的是一個 完全徹底的割席 還是其實 雖然表面上割席 但是其實國家 是很重視人才的 國家 是會回報 中心的奴才的 其實是有幫他聘請到律師 希望他能夠 盡快要搞什麼 不知道 現在我們都是已知 我們當然希望當時人 盡快得到自由 我們很正面的 這個台 我們充滿正能量 我們充滿正能量 這件事我對香港人的啟示 我們經常說 一帶一路 你們有很多機會 直送監獄 不要這樣說 充滿著你 沿路就是恐怖分子活動的地方 下面那條線最少 你沿著由印度 加以國踏 然後 然後去到亞丁灣 東非 那條基本上都是海盜與恐怖分子槍決的地方 如果你還有 不要緊 因為你有中國護照 你就算被海盜夾了 戰狼也會拯救你 回中國 我們期望戰狼快出現 吳京快點出來 搞一搞他 還有我覺得 我們當然 我們很喜歡說正能量 我們很正愛 我們就能給予正面 很正能量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覺得在這件事上 我們吸收的是 為國去貢獻 不論是你的肉體 還是金錢 還是你的智力 還是什麼都好 是有門路的 是 你肯主動獻身國家的需要 尤其是石油方面 這些戰略的範疇 但是如果你要我們去相信 就說他真的是自己 銀河包銀了二千萬出來 然後呢 希望為國家 踏通非洲那條水 我想就比較牽強了一些 應該不是他出手 即是他出過面 或者他 但是他家裡完全不拋棄 但其實你想想之前 他跟能源哪裡拋棄的 眼科醫生 眼光獨到 當然他當年出任這個文政事務局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 我說什麼事 怎樣為你呢 什麼事呢 文政司署 他不是說 對不起 他眼睛的 不是下面的 文政司署 沒有關係 他改了名字 文政事務局 他做了就要改名字 是的 那 就是這個 就是 何志明這件事 亦都 我是一個啟示來的 大家都會覺得 一帶一路 大家覺得很多商機 其實你知道國家一帶一路做什麼 你是否真的充分知道 還有你的國家 鄰近地區的中國共產黨 的確是很多的機遇 但是這個機遇 是不是只是有限於 他以及他的所謂的盟國 是一日未翻臉的盟國 還是盟的國 但是 是不是去到美國老大哥 他都會 就是 買你那一套的一帶一路 還有 是不是你那種 即是我們所謂的孝敬文化 就是 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他本身部署都是放下錢的 大陸的辦法都是這樣 之前 在不同地方的高鐵 被人炒禍了 都是CIA做事 當然 炒禍了很多劑 亡我之心不死 亡你之心不死 你們在非洲河路上 不是這樣 那就是 有段都會這樣說 是吧 在我們美帝 在這裏都是一樣 是吧 是吧 當然我們身為中華義女 是吧 其實呢 我們現在是要為他發聲 對不對 我們要散播一個正能量 蕭公子有個狂奮 這裏他的名字叫做不聞 他經常改名字 還有看不到真人的樣子 你不需要急著聽 因為現在不是蕭公子 你不需要聽著 你可以多睡幾覺 跟著我們出了YouTube之後 你再重溫都可以 因為蕭公子有事忙 我現在正在飛車過來 我本來這個時間 剛才已經說了 不過你沒有聽到 我正在浸著腳 還在敷著面膜 但是呢 沒有理由放在我們的馮博 自己一個人坐在一起 我們都怕大家的觀眾 因為你不是燈神來的 燈神很喜歡自己說話 因為很自戀的人才可以自己說話 知道嗎 我很努力想知道 我們給大家一些背景鋪陳 大家進來 我們就讓蕭公直接拆局 我知道你很喜歡蕭公 我明白你那個傾向 其實我真是明白的 不聞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真是忙 這是私怨 我真是不願意坐在這裏 我也不想 因為我只會說一件事 我只會說健康和飲食 其實我不應該坐在這裏 但我真是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理由 放下我們偉大的 很恐怖的 大哥 你一個人自己在這裏說話 不過我也是這樣 生童的時候我也是這樣說 那你專長的議題 我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人跟我說 沒有人認識你這些事 香港也比較偏門一些 比較冷門一些 我們這個拒戰中環 我們說回這個 之前的何局長的問題 你介不介意自己說 你不介意我 那不行 我覺得坐女王在這裏 會有正面效果 當然會有些 可能他們的心理就是 他罵你想人類注意 其實可能他是你的粉絲 不是小公的粉絲 不會不會 我沒有粉絲 我絕對沒有粉絲 我們繼續說回 何志平 何志平 這件事一會兒 來到灌中的細節 我們讓小公來再虐心 另一個 今天大家都可能會聽過的議題 就是 強國元 偉大的強國元 應該多過消息的來源 人員集地球 人員集地球 都已經 人員集地球 是沒有了 過了這幾集之後 就是終結篇 沒有續集 大結局 做到一半沒有做 聲稱就是 在一月二月左右 應該在夏年年頭 但為什麼他能捱得 六八九的五年任期 但去到奶媽 只不過短短三四個月 貨仔就說不做呢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袁先生就是這個 其實是牙義氣的 不是強國 強先生 他說就說做了這個 一地兩檢 應該就是 其實林鄭就想找 其實已經想找 但她沒有找不到人 說吃檸檬 是 她想要那位 她不應該有組班問題 她都說了自己 當時競選的時候 很多人不擁來 是呀 她說她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整個香港都爭著 是為特區政府服務的 according to herself 是不是 但現在她律政司司長 除了強國元之外 林鄭最新的說法就是 如果有官員來任 我們都要接受這個事實 是 很離世 很離世 充滿仇雲的慘忙 是呀很慘 我們特區政府為什麼這樣 現在袁先生 他離任 他會在一個高鐵 已經通過了 一地兩檢 現在已經幾步走 是呀搞定 剩下的那些 其實已經是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 關於 我怕你的粉絲 打我 我沒有粉絲 你相信 另一個就是 高鐵一地兩檢 因為我已經這樣搖 蕭公 蕭公跟我說什麼題目 當然要說回 一地兩檢 還有大灣區 還有相傳 姚魯 胡法 姚歌平 教授 這個駁斥了 你都可不可以用這個 基本法二十條的問題 這個問題 大家都有留意蕭公的文章 其實蕭公一早就已經講了 到底能不能夠由特區授權 中央去管理那個地方 因為不存在香港是一個獨立的主權 是 但是他會講 正如六八九之前所講的 他說其實你不應該講中國 深圳灣和這個 是一個不倫不類的對比 因為深圳灣就是 原本深圳灣那個位 是有些特殊的 然後跟著 因為租了一塊地給他 所以跟著就是 中國中央政府 就授權特區可以在那裡行使 即是中國自己自願 割了一塊地給香港 即是不實行中國法律 是 突然間無端端有一個 叫治外法權的東西 即是說是一個租界 其實實質上是一個租界 一個主權國家 不實行自己的主權法律 這個就是一個租界 一個主權國家當然可以決定 可以減少自己的租界 例如他給了 但是特區政府 何得可能呢 東北很多地 給了俄羅斯 又例如南邊很多主權糾紛 但今次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 因為你現在套回到香港 香港政府到底有沒有一個權力 可以將說 那個地方我不實行 香港的法律 即是香港的範圍 那個所謂邊界 香港這塊東西的邊界 其實是《基本法》定了 大家留意 《基本法》其實寫了 總之什麼北緯 不知道幾道 但你知道隨時都開人類釋法 突然間無用 我釋法就是說北緯不包括那裡 我釋法就是說 這個地方不屬於香港的管理權 如果釋法 他釋法就是 終極王牌 但終極王牌一用的話 似乎中央都有擔心 就是你似一開 他就要想不想 可能他真的擔心到 如果這樣認識的話 一國兩制完全門面都沒有了 因為你這些部分認識的話 喂 有什麼是不認識的 你基本上 我全香港的範圍都可以釋法 沒有了 司法的部分呢 這個很簡單 我純粹說 就這樣釋法解決這件事 就說原來香港任何範圍 都是不能夠 原來只要人大講 是不是 就沒有了的話 那整個一國兩制 整個中英聯合聲明 喂 沒有的 中英聯合聲明 就已經過了事 1997年6月30日 就已經過了事了 所以那個事情 我們已經不用管了 你無論你是否聯合國備份 都好 它不承認 他不承認 他不就不執行 譬如我跟你交易上面 我們簽了一個contract 但是我單方面 declare那件事無效 因為我認為 你沒有fulfill到某些classes 他也不是 他只是說 簽約那刻已經失效 你簽一張藥就是交一件事給我 現在就是我的 我已經拿了 那我還要這個contract 做什麼呢 簽約裡面就說了 裡面的房子 你50年之內 就要保持原來那樣 他現在就說 那份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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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基本上就是這樣 是啊 現在就是說 我是不是可以在香港境內 我放棄我自己的 jurisdiction 就是我自己的司法管制 如果這樣放棄的話 基本上 香港沒有一塊土地 是不能夠透過這個方法 而變成中國的司法管制 還有我覺得 當然很多人就說 你不滿意的 你害怕的 你不要搭 但是 我就是這樣說 不只是我們不搭那班車 是 原則上這樣的話 你就等於開個壞的 才是 他對這個 一國兩制 還有他對於 香港的司法 那個衝擊 我覺得是很多人不明白的 不是說 我不喜歡 我不去就可以 你可以不去 是不是 但是如果那裏 其他的香港人 一個例子 不是我們想聽到 還有不樂見的例子 如果在高鐵站裏面 有大陸人打死香港人 那你到底是跟什麽法律 現在的說法就是 給你電話打 可以接駁到999 相傳說 給你一個機會 你打電話 但是在實行 但是香港的警察 即香港公安 是不能夠 入不了執法 那你到底是跟什麽判刑 如果他全面 在那個 中國司法管制區裏面 完全走向中國的法律的話 那他是不是又無聊地又說 我又在這個全面 管制權裏面 又授權給你香港執法呢 我覺得不會 到時會不會這樣 即是很奇怪 即他純粹 他都明白 即他不會 因為這裏是唯一出境 因為他有人 現在 他一來到香港 不用得中國法律 那我怎麽踏那些人 即我唯一現在 全國我求其乘的高鐵 總之目的地在香港 如果你這個位出閘的時候 你踏不住 其實他隨時 拿錢走路 可以這樣 所以他一定有個需要 在那個位置 即基本上 一定要全面的執法權 其實他有這個需要 我覺得他現在 即我們很明白 如果那一地兩堂都是反香港的 他是全 他是 如我們一向所說的 即是龍門任搬 即是怎麽搬 就是他要金融上的一國兩制 是的 但他不要司法上的一國兩制 總之他就是 即是司法上 簡單來說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討價還價的過程 你問他有沒有膽量 如果司法上完全取消 其實他早就取消了 他不想嗎 他為什麽還要保留 你的司法獨立 頂心頂肺 他不是取消不了 他不是取消不了 他取消不了 之餘 他有些滲透 所以為什麽你見到 一路有一些 就是很愛國的人 走出來說 我們的法官 不可以充滿洋人 即是我們有些外國的法官 但大家都明白 似乎他不是一個 三權合作 似乎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因為他都要顧及到 一個大家的觀感 而為什麽大家的觀感 很明顯不是港人觀那麽厲害 我覺得 是令國際社會 都習慣這件事 覺得這個其實是新加坡 除了政府的糟糕之外 其實各方面都很正常 我覺得他麻痺的對象 其實不單止是港人 還有可能 這個也是燒公的範疇 就是說他不想一夜 令到你整個司法系統的崩潰 一夜之間的崩潰 就是因為你會有太多的資金流失 即是你李嘉誠已經走了 那我溫水煮蛙的影響 始終是會小過我一下 正如你那時納粹德國也是 他對猶太人的壓迫 不是一夜之間 抓你們去集中營屠殺 他是慢慢一步一步來的 先給你一個章 先給你一個章 先就是宣布哪些是猶太人 然後什麼職業不讓猶太人做 一步一步的收緊 令到你們有能力的 你要走你走 我給你一條生路 他覺得 到你們不走那些 你就不要怪我 手下筆留情 現在就是這樣 我給時間去適應 這個像 那時日本仔去到台灣 他是有給三日時間 就是說 你不喜歡就走 你不喜歡就走 嘩 大家這麼像 齒層相識 你不喜歡就走 你不喜歡就走 那時的確是有人走 多謝他 真的多謝他 起碼你讓我們先選 還有那時要移民 不是那麼難 現在是很難的 我覺得他 你看回中國共產黨 對於西藏的做法 對於香港的做法 其實是同出一切 他也是跟你說 我答應你 一國兩制 你高度自主 又醫又老 實際執行西藏 那幾條 十七條 十七條協議 那是誰做的 才知道 鄧小平 那麼熟 為什麼 所以一個手法是差不多 他就是到時 他裡面 換湯不換藥 一路退一路退一路 令到你覺得不對勁的時候 然後你想去跟他 他就說你起義 不是起義 就是說你半變 作反 什麼什麼 然後鎮壓 即是同出一切 所以為什麼 那些人會說 不關我的事 西藏什麼是什麼事 西藏是中國 一個 他所謂的自古以來的地方 但是沒有護照 所有的西藏人 是完全有中國護照 好像說之前 在維吾爾地區 有些人在網上討論 怎樣移民 被捕捉了 當然 是 走都不讓你走 想走都不行 還有通街 基本上每一個廣場的角落 都有武警可槍實彈 隨時執法 所以 香港是否接下來會這樣 沒有西藏那麼快 沒有西藏那麼容易 因為始終我們有 那個經濟自主 即是我們有司法制度 保障到我們的經濟自主 保障到我們 是他最大一個 即是人民幣的流通港 但是 這個東西 他的確不會有你 繼續享有這個特殊地位 他一定想辦法 他是透過一些 當然 他所有大權在他手 他要一些政府職位 或者錢怎麼分 他總有一幫人願意勇去做 即是願意勇去投誠 你見到這次眼科醫生 我們已經明白什麼事了 即是 你讀多少書 我覺得他書是愛國心的 即是真心愛國心 真心教來的 真心 你很好地幹什麼 要走去那裡 真心你覺得你給二千萬 他可能覺得自己有些存在感 做了那件事情 是 我們這些報校朝廷無滿 就打下機 他不是 他醫了領導人的眼 他醫了領導人的眼 這樣就有機會 其實已經很好 你醫了領導人的眼 要上次又上次 其實已經夠了 他有能力 他又覺得自己做得到 即是 你要明白到 他本身的背景 已經是 我以前跳範疇 可以做到 我現在總會做到一件事 我覺得自己再做多一點 那叫醫而憂則症呢 那人的事 就是 最後可能他覺得 做醫生浪費了他 他大財少用 真的不知道 即是林老 我們不是那個level的人 我們當然不明白 即是林老 就要去重症 然後他又細想不到 美國會pay attention to他 可能他在做事 他在做事 真的影響到美國 國家安全利益 是吧 很大一件事 扔應該就 這樣可以 人裝並鑊 已經CIA扔了他很久了 是 釣著他 應該已經知道 他在做事 是吧 是吧 但是沒有鬼不死的人 這個世界 真的 沒辦法 其實如果他不說 誠信是重要的 其實大家都算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被人抽著了 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 為什麼他會 他說的時候 他應該已經做了那些事 他就等於成龍 是這個反吸毒的大師 然後兒子就做了一招 想怎樣啊 是吧 你遮住了你媽媽 兒子 繼續 那這件事 我們很努力地猜拳 很努力 我們已經說到牙血都出了 我們已經用了那種叫做什麼 沉痛哀悼 永遠懷念 是啊 那種方式 還要默哀一分鐘 我們不反對那些人愛國 是吧 只不過是 你這種愛國的文化 效敬文化 是否的確 是被世界所接納的呢 是不是在你中 他覺得他自己扮演到的角色 你中國極力 老老實實 說真的 如果 就是中方 不覺得是一個問題的話 他不會急速割席的 他都知道你這個文化 不是 他有人問到 獨有 新聞發言人 中央的新聞發言人 就說 我們一向的原則都是 話想贏 不是 另一個 蕭公子到了 可以啊 終於到了 我可以去敷面 還有浸腳 很辛苦 是啊 太好了 牛場已經拆了幾碼30分鐘 球迷已經起紅了 還有呢 蕭公的瘋狂粉絲 阿北文 終於呢 不用在這裡 單單打打 太好了 蕭公 我們在這裡解釋著 隱言 想你講一下 想你講一下 這個 什麼事啊 不錯 是杯水的針擊給你 拜拜 我們敬愛的河局長 在美國被人 塔了美帝司馬超之心 敬愛 敬愛的沉痛 我們在沉痛哀悼著他 因為美國國的大樓 其實不是 不是大家爭相割蓆的嗎 是啊 不好意思啊 開頭就說是 人家司馬超之心 然後就說 我們 這不是正式聘任的 我們不關我們字樣的 不是 他的行為 我們沒有授權 割蓆的東西大家沒見過嗎 經常都是這樣 經常都是這樣 其實 香港你想想 整班六七暴動都已經這樣 早已經 所以就是說 衛國傾生應該 他應該吃得死貓 在歷史的場合裏面 我們發現這些都是沙石來的 應該用這種標準去量度 但是 過癮在這個 其實這些評論員 是另外一個不同的理解 其實是一個 清澈行為的開端來的 因為石油邦 還是怎樣 不是石油邦的問題 而是反過來 你看到這些傢伙 看了他多久 你看看他的證據 他人贓並獲 不止人贓並獲 才有很多資料 什麼時候做什麼 加科 不是今年的事 也就是說 其實 中國的這些 被人起底 整條線被人起底 不是 他拔誰 所以 美帝都已經相當留守 他拔外圍 就是先打一隻狗給你看 打狗就去看主人 習大大都很有面子 他打得你的狗 那你說呢 所以這件事 我想是另一個很過癮的開端來的 幫我找些金色的那顆 這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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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 震盪 OK 繼續小宮請 所以這個我覺得重要 大家密切留意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做到此為止 這是一個開端來的 有個新聞的背景就是 剛剛因為這間店 就是 何先生 不代表那間店 不代表那間店 他不代表那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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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這間店 這間店 就跟俄羅斯談判大交 準備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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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是一件偶然事件 就說了 這件事 只能說密切留意 我覺得 這是冰山的一角 這只是一個一個整體 真的很像 馮博士說 可 comm一個跟俄羅斯 談一當想 彈一下 突然我們會看 這一些 更剛的 美國我們的猴 extreme 道 他就說美帝一向是要霸佔石油美元的主導強 油源 油源 美金石油的這個體系 如果我們全世界越來越多人用人民幣結算石油的話 那美帝就急急火危了 有沒有那麼嚴重就不敢說 不敢說 所以這些就是司馬超之心 話是這樣說的 問題是石油油源玩的 大家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夠密切留意中 各位大家吃花生也好 看熱鬧也好 味道氣肉 原因是這次動的 只是一個外圍的奇蹟 氣質 也奉勸各位要報效國家的港人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不是一般共產式玩的 應該就是假如 其實那時候沒有一帶一路 假如去非洲和番 都是這個所謂自願行為 搞成這樣的樣子 莫說國家是重大政策一帶一路 還要揹著我們偉大祖國的名銜出去 會被人打到飛起 國際情況是空曉萬分 我們量力而為 所以說是量力而為 報效國家是應該的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會令到國家蒙羞 沒錯 令國家蒙羞 所以我們一般港人不認識 其實是否可以 我們不理會 出小句聲或我們當幫忙 沒錯 出小句聲當幫忙 陳小鎮當幫忙 說這些就多了 做了自己的範疇 為什麼還要去非洲 他不知道自己的範疇在哪裏 你不要以為有人 剛剛說非洲那單之前有個威威水 我們有個公主在本江某大學讀書 大家知道 那單已經爆了 已經爆了 所以非洲這件事就是變幻莫測 非洲這件事就是變幻莫測 更加變幻莫測 一帶一路是未知的 非洲主要是經過那些地方 主要是中國的朋友 中國的朋友 一帶一路哪裏還會跟你說嗨呢 我想想 好像德國那裏會跟你說嗨 都沒關係 中國的朋友 大家有沒有留意 之前很多成毛都在非洲 那些中國工程師被人整隊捉了 殺了 就這樣不留意新聞 你會留意發覺一帶一路 其實是不適合我們玩的 為國興生的 他不會公佈的 對 追風烈士 或是不出聲 所以那些新聞大家有空留意 大家知道一帶一路多麼兇險 而一般香港人 其實我覺得 到底 有多少個會有那種 沒有 沒有 常常說香港人沒有政治水平 很簡單 我覺得這些應該留給大國做 例如偉大的美帝 或者偉大的祖國 這些 大成點就不敢說 我只能夠說要憑你的水平來決定 你敢不敢 你會不會做 如果你本身不是一個外交強國 不是經濟或什麼強國 如果你不是一個外交強國 你不會玩這件事 那你會後輪著火 現在這件事很明顯 其實之前 中國高鐵輸出很多地方被人炒禍 那些貪污 原來被人炒禍 都被人炒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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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被人炒禍 都被人炒禍 很明顯 這是香港人 又被人炒禍 又被人炒禍 所以不是外圍 外圍 蓋到蓋外圍是正常的 我只能說 這是一個開端 你密切留意 我想現在諾評論都說得太早 馮博士說的 背後肯定有很多事情 因為有些事情太明顯 就很無謂去說 你不是偶然發生這件事 別人搜集證據 都不是今天的事 現在披露出來給你的事情 都不是全部事實 是很有趣的細節 那個非洲朋友說什麼 頂你個費十萬美金 你收起來 這麼少 披露得來的事情 已經夠你坐二十個 他有多少事未披露 都大家不知道 很明顯這條線 不只是在於一個何志平手上 這麼簡單 擺明是過何出來的 背後那副機器的網絡 不是他一個人 拉小提琴 搞這些關係回來 背後的網絡 其實是未曾起出來的 現在只是索律董建華 還有盧先生 所以只能夠說真的冰山日葛 背後不會 董先生在美國有很多事 沒錯 董先生一向都說 他幫香港搞外交 當然是幫中國搞外交 大家明白什麼事 是否真的 都不敢說 到底他真的有本事這樣做 還是負責要這樣做 兩回事 這件事我不敢妄下判斷 我只能說一個事實要判斷 第一 拿出來給你看的 只是有限的東西 投盤都不如 放到明帝裏面 即刻即時割席 割席是沒有意思的 到底美帝手上 還有多少證據資料在手 到底網絡有多大 大家都不知道 最怪的一件事 其實大部分的中南海高官 的官二代都在美國 他第一次說自己沒有分 最快割席應該是他們 最快割席應該是他們 我負責過來追女兒和玩 不怪我事 很簡單一件事 你夠膽割席 會召分他們回中國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不會 那你說美帝手上 是不是還有很多人質 在手上 所以何志平就少看一段 何志平人質都不如 算不幾 前文政事務局局長 文政事務局長 阿姐 阿姐 連人事的身份都不如 不好意思 只是過河出來 可以被犧牲 如果狀人犧牲 那就為國犧牲 第一滴血 港人為國犧牲 光明 港人有資格為國犧牲 如果不幸 好像不關事 好像不關事 要公職人員 白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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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於你浩元 不知道 想不想他去到 當然希望我們 很正面 要放不下白寶山 希望他放不下白寶山 好了 好了 另一件事我經常想提 我們香港的中年朋友 經常說祖國現在是強性 但你有沒有發覺 如果一個國家 你進行一些叫做 我剛才說的例子 經常中國工程師 在非洲採礦 開油 被人捉了 殺了 你不要忘記 帝國主義的行為 是會有反響的 如果你在做的事情 是一項這樣的行為 為什麼美帝 無緣無故 在紐約那幾百人 死的是無辜的人 你是擺個頭出來 你如果有國民 就會成為一個襲擊的對象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 為中國而激節讚賞的話 你想想香港應該走幾近 我經常都是這樣想 當你為這件事歡呼 你有沒有想過 做大國其實是有代價的 是啊 你想想美國那些 無緣無故都是死人的 有不如無緣無故 有很多評價 當然已經說了世界上 沒有所謂和平崛起這件事 崛起必然不和平 沒有可能 你會不會認為做老大 就是你這隻貓的地盤 但是貓出來了 牠會不打架 不會的 而且那些人是無辜的平民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說自己是大國的話 你真的有個心理準備 無端端 你每年就死死死 這樣的人 好講 遠的不講了 你只講顏色革命那一下 你看整個北非 包括利比利亞在內 中國撤僑撤了幾多人 你有沒有數過 三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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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隔不走 果然是中國老朋友 所以說 有些人就 哎 那個護照可以送你回國 哈哈哈哈 雖遠必諸所 雖遠必切 有 切不切到 我不知道 走得掉的三萬多 走不掉的多少 我們不知道 但是 顏色革命之前 07年前 那些事情 其實 中東 和北非 是有相當大的 中國 國家資本 投資 主要集中 是能源領域 能源領域 就算蘇丹 非洲國家內戰 南北分裂 都看到中國的 大國身影 所以說什麼 和平 挖起 挖起 不會有和平 這是很簡單的國際慣例 如果你採用 帝國主義擴張方式 就是帝國主義的結果 就不簡單 本地是一定反抗的 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你的招牌 包裝 怎樣也好 我們不是說 友善或者不友善 只是說事實出來 我不需要用任何判斷 如果你中港沒有區隔 如果你黏在一起 或者是2047年之後 完全沒有區別 你想想會有什麼後果 你想想你去旅行 真的會被人襲擊 一來 現在已經在香港喝過 你以為做大國 你只能威脅 代價 這是代價 這是預算的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這件事 我不是說這件事好 還是不好 你是不是真的想過 你準備為國犧牲 也無所謂 這麼簡單 我就是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不介意 有本特區護照 就一定可以帶到你去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絕大部分的地方 所以就是說 為國犧牲沒有所謂 是值得的 我想韓志平 我們還想鼓勵很多人為國犧牲 鼓勵 很多人都說自己愛國 那就好 出雷雨環 有人填到他的空位 等著你去 可能很多人前傅後計 至於天橋頭 等待事情的發展 應該還有更多 我覺得很正常 花生會繼續 還有 花生會繼續 我只不要覺得這麼快 好 另一個就是講大灣區 大灣區 對 另外先講 近一點 講袁先生 袁先生 終於掛官 終於掛官 求他 時間到 就真的不留人 當然 有兩種講話 其實林鄭一直都是想找她自己 說 但是難 她就說沒有未完成 會不會就是袁先生不想做一些事情 很難說 袁先生主動做很多事情 對 她主動提出格 似乎她都是在梁班主 上訴 提出格 很明顯她也是在執行梁先生的戰略 梁先生不在 他應該要繼續 這個很厲害 這個人的命令還在 這個很 果然是強國元 執行力很高 執行力很高 他真的做得到效果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以公職而言 起碼應該讓他留多一陰 但是他不想去哪 又不知道他一早說了會走 不是他留不第一陰的問題 他只想走 因為意氣到這種解釋 任期內他未能夠完成任務 他不走 很有暫感 真的很有暫感 再坐一會 10月底 這些員工就一流 聽說那間 chamber已經幫他買 已經租過地方 所以他也是真的 所有消息來源 已經證實這件事 問題就是 第一 你未完成的任務 怎樣完成 第二要幫誰去完成 一地兩檢已經做了 三步就是第一步 十月相加為第二步 還有本地立法 問題是一地兩檢 剛剛馮博士 翻了舊帳 二十條不敢再說 沒有人再提 還有發支一搖腦 已經出聲 問題是我幾段前已經寫下 好 再翻看一小公片的文 就是2015年 2015年已經寫下 已經寫下 關於那個 那個概念是怎樣來的 就是當年有人說過 這個一地兩檢 就不是現在的 尖沙咀的一地兩檢 不是西區一地兩檢 是深圳灣的一地兩檢 是不是這個 殖民地租界來的 你已經說了是 的確是 另外有個個案就是 澳門和珠海簽了橫琴 那時有很多人吵 國內有很多人吵 是不是租界 尖如此類 如果照樣apply香港 我當時已經說 為什麼不apply到呢 就是因為你並非對等 中央和地方並非對等 二十條很明顯踩到這條界 現在的說法就是 中央有權授權 但地方無權授權中央 說你是這樣說 問題是一個更要命的一件事 你並非國家對國家 所以有很多先前的所謂先衛 包括美國和加拿大 那些什麼呢 完全是誤道的 一早已經踢爆了 大家不理 現在終於兩年之後 爆獲知什麼事 又不聽了就算了 希望姚魯真的有聽了 姚魯他講了 他已經講了 他明白了 說什麼了 他搞不定 早就應該知道 因為那個深圳灣也好 你橫琴也好 是主權國有權 作出退讓 這是很重要的 即是他和其他國家 怎樣安排 香港何德何能可以割地 你沒有權割地 根據《基本法》 香港是沒有權 去放棄某些事情 不是叫割地某人 放棄某些事情 因為那個《基本法》 其實有講到地理區域 香港本身沒有權決定這件事 《基本法》寫了 《基本法》寫了 除非你釋法 原來《基本法》也說 《基本法》也說 難得難得難得 釋法也沒辦法解決到這件事 就是說 你不能夠授權香港的違反《基本法》 就這麼簡單 除非你不要《基本法》 當然我寫法就是 這個高鐵一通香港玩完 因為你不可能打完搶 除非有二十條可以這樣解決 就解不了 香港不是主權國 除非你承認香港獨立 你想知道梁振英的指示 是呀 如果你承認香港獨立是一個主權國的話 這樣就可以解決到 不過可惜不行 香港不是加拿大 中國不是美國 就這麼簡單 你只有主權國 才可以作出所謂邊境的讓步 而中共也最重要是封死自己的後門 為什麼呢 你夠膽死全面管治 香港只是避受權 之前有很多事情 湧出來的說 全香港都是大陸的 那你不就刮到中央口腫面青 原因就是 假如香港只不過是避受權 那什麼時候避受權可以作出退讓呢 沒有 因為它什麼時候避受權 這個loop很過癮 香港什麼時候避受權 去授權中央來香港 所以說中央有權受權香港 所以說中央有權受權香港 香港怎麼受權中央 沒有這個 沒有權 沒有權 它應該繼續在這個位置卡住了 肯定是的 現在的說法就是 一籃子的方案出來 硬的就不講二十條 那你明白為什麼 就是不行了 就是不行了 最關鍵的一點 你以為原來是不行了 而當初我不知道 當年如果沒有記錯 那些古靈精怪的 那些煲胎症 做出來的時候 記不記得 上一屆政府搞的 所謂高鐵 直通 一地兩檢 當時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陰謀有埋伏 那說法就是 可以參考深圳灣 那時候已經說了 我那時候已經說了 是不行的 因為那個的然之是涉及主權問題 香港沒有主權去做這件事 因為基本上是涉及地利區域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是地利區域是主權問題 你沒有權改那件事 如果那個範圍以內的事 就是香港的區域 那東西如果要授權 也是由香港來授權 那就是香港授權中央 除非你可以釋法說 突然間有一個二島空間 就是我們叫做 地底 黃泉相見 黃泉相見 或是高空 或者西九位 就調到幾萬呎的高空 或者是地底不高 有些所謂法律專家不斷說 陰東年 連地權都不了解 所以是二島空間 除非二島空間 因為那個基本法寫得好 現在大家把法律揭一揭 那變成如果你說陰謀論的話 鋪太曾當年已經預了你香港是獨立 如果不是 不會假設有一個主權國的概念 套在香港那裏 你要不要留意 其實一直在深圳那邊 有預了一層給你 預了的 中央怎會知道 D1就知道 你竟敢爭取來香港 一地兩卷 爭取香港做主權國 好 這個也是花生 又是指數又是極高 到最後我們看看 轉身是怎樣 好玩 所以有些很過癮的 懂得看轉身 有些很過癮的事情 你說強國元任務未完成 有可能他是跳船 發覺爆了 原本二十條是他自己說的 雖然湯渣出來說 其實一國兩制的權 是比你想像之多的 這樣還要死 為什麼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現在要走人 可能是 揹鑊 他吃了死貓 他提出的東西 然後大陸的法律專家 說你不對 沒有明說不對 是不提 眉頭眼睛 你知道是不提 不提就等於不存在 大家知道 避開了 不說 說難聽一點 強國元又滲了中央一鑊 這個招皮大大隻 大大隻 以為和中央對等 你老幾 那最後會怎樣解決呢 無法解決 無法解決 含運其前 就蒙運過 關王泉相見 就當是沒有一件事 即是地底不知幾層 早晚爆鑊 告訴你 因為香港 更習慣 你沒得不清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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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都等於用香港法律 定不定中國法律 的事情 是嗎 她現在唯一的解釋 就是告訴你 到時我們在爭取可以打9999 在那裡 民國安性 在爭取 但你到9999 可能最111 哈哈 中國公安會接聽 快打9999 真的會中間 哎呀 說是一國兩制 也不要 咦 如果現在卡住在大陸 真的覺得 香港不能授權 大陸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他不能違反這件事 最終你覺得可以變出來的方向是怎樣 想到我了 奧諾貝爾獎了 早就說了不行了 想到你就可以計算是何止平之後 為過犧牲了 你現在滅我口也沒用了 當年你又不滅我口 現在大家發現什麼事 你看一下當年寫的文章 當年我真的寫回橫琴和羅馬亞洲那兩個個案 為什麼中國有權 各地而香港沒有 講得很明白的 你說怎樣為過犧牲呢 沒有什麼可以為過犧牲 我們剛才談到一個位置 其實很老實講 除非等於釋法令到整個香港不存在 如果等同是這樣 如果我突然可以把他放進附件 之後就這樣解決 如果這樣解決的話 如果這樣解決的話 你所有的東西一釋法就沒有了 所有權在中央 對 全面主權在這個意思 不想怎樣 當年跨下海 你這個高鐵一通香港玩完 你不明白為什麼 你唯一的合理後果就是香港玩完 一國一制 你只可以一國一制解決這件事 或者你變成香港獨立 太餓了 你不要以為中間有得搞 我想不到中間有得搞 因為你不要忘記這件事 不是我們自己有猜球玩泥沙 最主要是看國際 怎麼看這件事 你留意最重要的是 不是我們自己說 你叫香港政府這樣 他答應他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 香港的地位最終是要涉外的 香港的特別地方就是有國際關係 他的作用都是國際關係 從來到來都是這樣 不然就不用捉過外置平去打靶 這個防火場很重要的 你可以割蓆 其實全香港都想割蓆 但是我這件事 你扮你懲罰我 你盡快割蓆 他可能很難上 我們剛才悼念你半小時等你來 不用悼念他 他很開心 他很開心 求人得人 求人得人 還想怎樣 恭喜他 由升一格做烈士 兩件事相機上來都看到 如果按照這個理路去看 應該就是他做完 雖然他立下更多公分 包括DQ議員 但是似乎 因為他自己本身的事 之前都傳過很久 其實他都有點去意 他不是想做了 他早就說了 問題又要任何在新 事件二十條出來 現在中央想不讓他走都不行 不扮怎麼辦 他是不是有些腐肉計 我不知道算不算腐肉計 對呀 又一個港獨分子 哇厲害 周街都是這些臥底 中央怎麼搞 很大件事 越是表忠的 越是臥底 越是善理 善禍金 善禍厲害 不厲害 真是厲害 好 好了 說回一點 不要說是台外話背景材料 又是說那句 就是煩惱加英強出頭 因為上次都說過 大灣區也好 高鐵也好 都搞到一鑊足 上次已經說了 有點TELL TELL SIGN 大家可能真的忘記了 那篇文章大家看回 東北發展的東西 和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 其實不是今時今日講的 2008年十二五規劃的時候 已經講了香港的定位 就是這樣 所以上一次 上個禮拜 其實政府的朋友都留了口風 再講同樣的東西 就是香港要爭取成為 區域性的交通樓樓 因此也不能夠 因此不能夠名益深圳 今次我們主動去搶 深圳叫死無面 問題是這件事 就是好心做壞事 你想想如果不搶 第一 深圳不會跟你反面先 第二 你不用搞高鐵直通 一定兩件那麼麻煩 這些煩惱是皆因強出頭的 你可以說他為了香港的前途著想 一定要搞這個 所謂區域經濟樞紐 這個概念出來的 一定要在大灣區融合裏面 香港要保持龍頭地 你可以講到萬七樣 即是高峰兩折的所謂 不過中央是否想這樣看 是否一定的 那是否深圳這件事 有高鐵香港沒有 香港就會不能夠成為 區域交通樓樓 又誠意的 很明顯有些人做了些事 代表了香港人參與十二五計劃 現在去到十三五 那個計劃裏面的所謂大灣區 其實對中央不一定有利 今次已經看到一折兩檢 一折足 放寫原本如果按照 所謂搶深圳項目的概念 你明白為何聯檢大樓會在深圳那邊 明白嗎 原本的設計不是香港直通你的高鐵 你是有折迫概念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 還有另外一件事 廣珠澳大橋 當然有超支 還有賠錢之餘 當時的走線安排 其實也是硬硬 命益香港 搶了深圳折迫 另外一件事 現在大件事 就是發現廣珠澳大橋 其實可能到時 擺的 很有機會 它的用量是長時期都是用來擺的 沒有所謂的 因為一個貨運問題 香港的貨運的處理 其實現在發現原來 根本他們在這個 所謂廣東西 珠江 西邊 珠西 珠西 珠西那邊 珠西 珠西其實它不太用香港 不會用香港貨櫃 沒有關係 所以其實原本一開始 假設有一半是貨車來的 以上 現在就發現 當你興建了一條橋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已經沒有了意思 那些車是不會來香港的 不關事的 自然人會 然後只要興建廢東西出來 是有機會 是這樣的 有破壞沒有建設 然後還要 煩惱街 強出頭也有一句 這樣 這個不止一單 其實站在中央角度來看 這些拖後腳的東西 古之前深圳不倒禮 對中央都不離 其實那個所謂 郭珠浩大橋 那個Y形走向 的確好像馮莫士的理解是沒有錯 原本落腳那點 不關香港的事 原本的設計 也不一定跟 沒有那麼大件事 它主要是珠江東西岸 它原本虎門橋已經不夠用 它其實是第二虎門橋 想駁通朱西 對 真是朱西 真是朱西 真是朱西概念 它是駁通朱江東西兩岸 如果你在廣州規劃 因為我自己有份搞 我怎會不知道 我真的有份搞 如果在廣州規劃 它好像北京一環二環三環鋪出來 去到大約五年前左右 差不多五年前左右 廣州高速公路的三環已經形成了 而三環再向下 虎門大橋是塞到爆 塞到爆 它一定是再向南移 它整個抗湧 而再向南移 那麽家科就不是虎門 而是南沙 這三腳位 不只是珠江東西岸 那麼簡單 而是珠江東岸深圳 西岸珠海 中間還夾一件南沙 原本的所謂港珠澳橋 其實就是第二虎門橋 原通的就是開發南沙為主 而不是開發香港為主 原因就是南沙的開發是滯後的 所以如果你說是有那個 所以你說要保住香港的地位 其實說得難聽 中央來說 你保住南沙的地位比較重要 那才是增長的 所以增長的龍頭 那不是說對香港不好 就叫賣港 我不是這樣想 反過來 如果你真的愛國的話 如果你真的愛國的話 你為何會拖中央後腳 我不是太明白 如果你愛港 那怎麽加到香港一鍋足 這對香港不太好處 你會保住大佬 我那個靈感 因為我看了 星期日檔案 你不知怎麽 我看了那個節目 唯一會用這條橋的人 香港人的角度 就是那班上去養老的人 一小時生活 欺欺嘛 一小生活圈 不是這麽理解 大佬 就是被人上去退休 我坐車來香港方便一點 那問題是你福利制裏 怎麽沒有互通 是咯 你醫療制裏都不是互通 你這東西未互通 所以它存在 它有一條橋 回到香港 你有一個所謂硬件 對 很傻 但你硬件其實沒有作用 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看完之後 那條這樣的需要 怎麽能夠撐低那條橋 其實撐不起來 那外面會有大白象 會有大白象 大家預了昌東場的時期 那條橋 是會用來看風景 是喔 還有我們跳海 跳海未必的 都不選那裏 都不須選那裏 是 所以變成你看整個 朱三國規劃發展 才可以問多一點點 為什麽 就不要只是那麽傻 借馮政府 大白象 浪費錢 之類的 背後還有很多東西 甚至但是中央的角度 這幾個動作 都不一定是對的 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東江水 另外一件事 我真的覺得 其實你海水化淡 其實都是在幫大陸 因為其實你都在虛耗 你想想 他們廣東的人口真的超多 城市的水一定是在爭 他現在加利加還要說 你以為我們沒有人要嗎 說真的 整個朱三國都不夠水 廣州肯定已經是 東江不夠的話 其實就撥出西江下來 一直拿水拿到清遠 所以整個朱江三國州 的確是缺水的 不是缺水 而是水 乾淨的食用水 大哥這些人才拿命 因為污染太嚴重 所以其實自從東江水 馬上要優先來香港之後 整個朱江三國都要 抹得夠菜 其實是屌到你翻臺 是屌到你 香港人要喝水 我們不用喝 真的這樣屌你 結果他們真的要搶水 然後搶到哪裡 是搶到清遠 在西江撥水下來 是反過來的水 真的 然後是屌豬海丫叉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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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香港 你肯自己做海水化潭 一天 你解決了很大的 朱江三國州問題 不是解決一點點 那麼簡單 反過來 我們那個所謂 那個承訴效應的問題 因為你截弱了東江水 分流來香港之後 其實你第一 可以令西江的資源 不會那麼快被抽乾 另外就是令到你 再走遠一點點 就是這個 維州再對上那個 就是那個 河原 河原那個 就是國階一級水質 那個水源區 不會那麼快被污染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沒有地方拿 你唯有去到那個天然保護區拿水 其實我大膽設想到一件事 之前我們聽有位教授 沒有留意這些 他就說如果當珠三角地區 經濟追上香港 就是一國一制之事 傻了 我就倒過來 假如那些人 都經濟上好到 想要好多的食水的話 我們應該要學新加坡 反輸出 都不是這個問題 到時他不想越香港 炮仇獎 沒有 我意思是說 經濟好過你還要去香港做什麼 對 我意思是說到時他們要食水 很多東西你純粹講經濟 現在已經搶奶粉了 博士 我意思是說 他們搶食水的時候 我明白為什麼 所以香港先做了一件自行了斷的事 確保香港食水不能喝 就不會搶回頭 要是原水 要是納青 要是有石油氣 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我自己的水有毒 你不要要 對 新加坡之前 就是 就是 扭轉了 由馬來西亞的水 他還反輸出 馬來西亞的水 他還用人家的水 比馬來西亞的水 比馬來西亞的水 我淨化完賣給你 是便宜的 他還要賣水 是啊 很過癮 其實有一個很過癮的先例 你可以看到 又是那句 現在還在浪費國家食水 我覺得很無奈 都不是浪費的 我們給貴七倍錢 不是給貴七倍錢 你真的要賭到海 真的要賭到海 就是沉迷買水 是一個定額供應 是否也要 是定額供應 還要鎖住它 定額供應 是否要走不掉 你說什麼 就是衛國建設 是不是有些人提出過 可以就證 先前有說過 可加可減 政府打死說不肯 我都明白為什麼 背後有原因 不過結果就是令中國水源不夠 你明明可以自己發展 更不平靜靜靜的海水化 我都不明白 那些東西都在那裡 你以前說已經做了 那些東西都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 名為愛國實為靠海 每次都要命 總是有些人代表香港 走上去為香港爭取利益 然後搞到阿爺一獲足 我覺得這件事 不如你想讓大家都有利的 不要搞那麼多這些東西 我們好心去拜託 沒有辦法 既成事實就是這樣 口國外國會試 阿爺很快會割蓆 問題是這幾隻大頭佛搞出來 為何阿爺不割蓆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還要推廣一帶一路 可能騎虎難下 有可能騎虎難下 實在一帶一路這件事 似乎 你怎麼嫌不衰 他還要做的 故之而言 因為一帶一路 就看香港泵水 我覺得以何志平的泵水能力 都已經不錯了 都死了 幫助泵水 不過我最後可能都想用一本書 這本書 我們介紹一下 我買了 這本也買了 劉仲敬 他做萬年的博士候選人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大龍給他 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人很特別 劉仲敬先生 在本身讀醫 本身讀醫 然後轉了去做博士 那麼老順之後 在全世界都說 中國崛起要輸出中國模式之際 這位先生有一年系列寫了很多書 這本是最新的一本 中國的蛙地 亡以大政 到底有沒有自古以來 中國是萬邦來朝這件事呢 劉仲敬先生 反過來玩玩 反過來說 中國蛙地的意思 就是中國從來在全世界的體系裡 都是一個所謂的秩序輸入地 其實他從來都是從中東地區文明的中心 透過內亞 即是中亞的草原 的遊牧民族 輸入中心地區的文明 所以永遠 為什麼你看到 由這個 其實他不單是後面的五胡亂華 所謂的 他追溯到開始 這個 始古以來 周代雙鳴開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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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趙兩國 開始說 其實是右手到右 為什麼這些國家都能夠打得贏 再靠東邊的文明呢 西向東行 文明的來源 紀錄的來源 其實我們從中心 我們知道有人類文明的起源 就是那兩條河 聖經講的伊甸園那四條河圍著那一條河圍 那問題有人說不是的 總之我們先講那股,再去駁一估 劉先生大概的大意是說 由那時候開始,當然之後是說中國不斷被蠻族征服 北方人口不斷換血 叫做蠻族 他的所謂理解蠻族本身就是擁有比中原更高的技術才能打爆你 technically yes 所以他說其實這些蠻族佔領了中原之後 瓦解了這個所謂的漢族政權之後 當然他又習慣了這個生活 之後又形成大一統 大一統就是一個封閉的結構 劉先生所有的書都是點出一點就是大一統是廢的 大一統在這個封閉結構之後 然後他在中心地區又落後人家 於是中亞這一班又掌握了新一波在中心地區輸出來的技術的油民族又打爆你了 於是你會發現他最好結論就是 鴉片戰爭其實在歷史上是不斷發生的 是啊 只不過那個來源不是在海 以前一直那個來源都是在西邊 因為這個是東西交換的東西 其實這也是有點誤會的 因為那個鴉片戰爭 深刻甚至是虛擬化的意外 不是說三千年的大便來自海上這麼簡單 而是為什麼說一個很大的誤會呢 其實如果是東印度公司 他基本上是先從印度出發的 他只不過是沒有辦法從陸路過來才海上過來 我搞清楚這件事 因為1842年的時候 東印度公司已經剛接賣了 英國政府直接管了印度 在那一個機緣考核的情況下 你知道不再經陸路過來而已 但與此同時大家不要忘記 當時英國已經計劃著堅平西藏 你不要忘記了這件事 所以當然陸路上有一定的困難 但俄羅斯已經違歸了 所以我先說一下 差不多純粹意外 我講關鍵真的拿多一樣 我明白 他不是講個別事件 總之中國從來 在整個世界的架局裡 都是一個屬於 差不多最遲接受 技術輸入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跟文明中心 一直都不是文明中心 他舉個例子 從全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 他從中國歷史裡的對照 就是每一波 其實都是由一個 蠻族入侵 Labeled as 蠻族 標籤是蠻族 對 標籤是蠻族 所以他本人就是 你看整個中國的歷史 你就會發現 這個所謂中國 要恢復所謂 原來的中心地位 是一句廢話 因為從來都沒有中心 簡單來說 他論證可以有很多爭議 但是他大體的框架 去理解整個中國 到底有沒有秩序輸出過 是有的 他是向一些更邊緣的東亞地區 例如朝鮮和日本 或者安南 有少少的文化輸出 但其實他在整個世界的角度裡 一直都是屬於 此等地位 當然這個玻璃室物地也是 不用問阿貴 這個trend是沒有錯的 所以你要看中國的歷史也是 等於當年這個 大家經常講的大唐盛世 你有沒有問過李唐什麼人 特決人影 特決人影 他的上層軍官 整隊打得的那些 全部都是外族 全部外族 所以視乎是Label 他是野蠻人 等於葦小寶 羅薩國都是野蠻人 人家已經打到遼東 已經吞併你了 所以整個文明 就是有等級 簡單來說 以前一直是由中東那邊 刪過過來 所以每一波的入侵 都是由 你會發現 由中亞草原進來的 蠻族去takeover 所以他的理解 這是很清楚的文明等級 這是Pattern 我不說等級不等級 但事實上有一件事 你看歷史的話 你撇除那些八股 那些什麼東西 是要看一個客觀的秩序和規律 如果沒有理解錯 他的判斷 我不覺得一定適合而錯 但他說的事實是真的 就是這個Pattern 是永遠重複的 永遠重複 是沒有break過的 是重複而沒有break過的 是啊 你發現很有趣 每一次 你不理會之前那些 你由五胡亂話開始 其實每一波都是北方人 被人大規模清洗 死因為他有自己殺自己 有所謂的北胡混種 其實根本已經是 每一波都是由新的蠻族 takeover原本的蠻族 所以從來 什麼叫蠻族呢 所以他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蠻族不蠻 我不想蠻族 不想蠻族 我上次有一個問號 就是什麼叫蠻族呢 所以這是一個很QK的一件事 什麼叫蠻族 只不過因為他是外來的意思 等於日本人也叫荷蘭人蠻 你不要忘記 荷蘭人是蠻蠻 相對於日本 所以他最抵死 就是另一本書 怎知道更加蠻族的問題 就是 就算去到各 其實他這本書是接著另一本書 說的 所以我先看看 所以叫 不好意思 突然間揭到 是沒有設定標準 不好意思 沒有設定標準 先看看 遠東的線索 西方秩序輸入與中國的演變 即使去到一個現代 其實都是一個西方秩序的反應 中國是沒有能力管治 他的說法就是 中國其實是沒有能力管治自己 而現中國現代國家的建立 是透過蘇聯黨國制度 正想問 你說強國 馬列無書 就是外國 而劉仲經 從頭到尾 他用他的史觀 當然他是想套整個歷史進去 即使你想不相信才算 請問馬列是誰 他就說 中國這個地方 只是一個被殖民的地方從來 外來組 永遠外來組織統治你 而這件事 自古以來 他整本書就是想說 我們在今時今日 在近代史見到 中國被人 即是 無論你說自己趕走 站起來怎樣 你用那套的組織資源 其實都是外來的 而你中國之所以 在這幾十年 有得威 亦都是因為你加快 直接跟美國打通了 所以他從頭到尾都是說 你根本從頭到尾都是屬於 技術秩序輸入的一方 玻璃塑 而他最划算的是 你不需要覺得這件事很難接受 因為自古以來 都是屬於 全亞中國人都放話安慰自己 自古以來都是屬於 我覺得他是用心良苦告訴你 當然這個說法令到人很難接受 玻璃塑什麼地 所以他就說 你看回由頭到尾 我變了本土人之後 下一波的蠻族又是屬於你 所以你看回那個朝代的兄弟 真的沒有變過 沒有變過的 你每一個朝代 基本上都是寫在外族手上的 即每一波都是被人殖問你的 然後那一波的人 就用著當時他帶來的 因為其實在 在劉先生說的理論裏面 根據一些史實 他理解的史實就是 這些人永遠是帶著 次一級 在原本的中心地區 都打爆了 然後帶著這些技術 就變成了一個 農業化了的一個帝國 他將中國封建化了 他將那個蠻族體帶來 然後安定了之後 那當然是第一桶 很開心 但是玩完一輪之後 他發現這些中藥的蠻族 下一波很快 一二八年又可以搞你一次 然後又擲你 所以他的分析就是 從頭到尾 你都是要不斷輸入外來的秩序和技術 你是屬於被殖民的一方 從頭到尾都是屬於被殖民的一方 你的威的歷史 從頭到尾都是你自己寫 在你自己從漢文裏面 說那種世界觀 就是說其實從頭到尾都是 如果你只是看漢文裏面那種世界觀 你是看不到這些東西 你一定要從整個世界去理解中國的地位 難搞的 叫大家讀中史 所以我在想你教中史的時候 你怎樣 你將中西史一拼起來 其實是說得通的 其實他這套東西 當然他裏面 我覺得其實 歷史就是歷史 什麼是中史西史 是傻的 然後你說以前的確是 他說梁武帝整個國府 都買不起別人的玻璃碗 他又說 一個例子就是 別人的技術各方面 其實一直以來 中國人自己說 尤其是為什麼 李藥室被人捧得這麼高呢 因為他狂讚中國人 但他都忘記 誰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中國指入 為何中國只有科技 而沒有科學 所以中國的落後 就算是李藥室的角度 都一直都是落後的 而當然 劉先生更加激 原來從頭到尾 你都是輸入的居多 大家真的需要去想一想 到底是否真的有一件事 自古以來 還有有沒有一樣東西叫中史 歷史就是歷史 這件事很奇怪 反正中史你都會讀 讀什麼 不敢說了 將來叫你讀的 就不會讀這些 現在就說長近略遠 將近代史放大 有一點跟國內那種中史觀接軌 這麼嚴重啊 你以為接軌而已 但當你發現 那些人再仔細一點 你給他多一點時間 看近代史 他一定會發掘到更多不同的東西 是啊 你引起他去注意更嚴重 還是靠害 法國這件事 非常靠害 但你給我做 我一定會繼續用以前那套中史 以前那套八股中史 起碼教了這麼多人 在外國 是不是 你要記住 中史教出來 永遠幾百年有個聖君 中軍愛國 永遠都是小人 五國 但就不用那套了 就講近代史 和馬連奧 講自亂興衰 其實挺好的 起碼你教到大中華教出來 回不了頭 為什麼要看近代史呢 你將焦點放在那裡 你變成有個進心 可以有個空間 去看了很多東西 是啊 當你很仔細去理解一件事 你會發現原來那套很含糊的論述 當你充實了它之後 的細節 更嚴重 現在加坊不是充實實質 所有人都知道消息的檔案是事實 遠古的檔案 當然是消息的檔案 找不到的 喂 近代檔案都找不到 你玩嗎 還有 不同語言來源的聚術 除非你說我只可以用一套 你一講近代 基本上資料是多到不得了 你難都難不住 還有列強有參與的 他們都有技術 是啊 那你怎麼騙呢 騙不到的 遠古的歷史 騙到你是因為 消息的檔案 不然只剩下一套檔案 就只剩下一套 對 也不是的 我經常講考古 很多東西 考古嘛 另一個話題 問題就是 始終那個人又是靠害 經常那群愛字頭的就是靠害 Focus在近代史 是錯的 因為遠古有得作 遠古有得作 你當然是越遠越好 還有一些東西最好是不能夠考究 不止 正如馮博士所說 我們學以前那套中史的話 你繼續奴化教育 你中軍愛國 有言軍聖軍在那裡 那就繼續做港珠 問題是一旦說近代史 近代史 中國風潮有什麼家科 德先生與蔡先生 你只會搞到更多革命家出來 你走不掉 更多於老順 你走不掉 老順禁之不絕 禁完老順又有第二個 你一專注於近代史 的話 就是在民心已變的情況下 而這件事 只會有一個 革命 沒有其他人可以靠 真可憐 靠害得不得了 還有你整個清朝的崩潰 其實都在重演某些 即是大家見到文 例如蕭公之賢也寫 五口通商 那些 你對上地圖也寫了 真可憐你不死嗎 近代史 尤其是你看到大一統政權的崩潰 那個盡情 蕭公之賢也寫過很多文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看 即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對照西史 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樣 那麼像 即是中史 那段喪權欲覺 即是你只要將事實擺出來的話 其實是沒有分中西史的 還有這個所謂東南湖島很有趣的 是啊 你看一下所謂地方割據 其實你買到朝力袋也是這樣 但大一統的崩潰是有一定的 有一個秩序 有一種的路數 應該這樣說 這件事很科學 是啊 似乎 咦 好像又發現 那些路好像在走那邊 有妄議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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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下去 那些年輕人 真的 看完之後覺得是這樣 應該更難說 好過癮一點 看的話 留下一次交代 你一講地方主義的矛盾 你看看香港現在和深圳互相爭利 那一下你算是什麼 所以我也是為了將來的 下次要找阿楊來講一次 可以講一次 找阿楊來講一次 可以講一次 你真的為何不用那一套 我覺得那套不錯 讀完我覺得很正面 沒辦法 回不回頭 我覺得自從你用了一套 我們叫做比較分析性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個人負面了 不要說負面了 而是不同了 一句不同就很大 你沒有了那種 覺得所有東西就是 沒有了那種愚忠 你沒有了那套東西之後 你會發現 以前那套東西 其實真的是work的 人家玩了幾千年 其實真的是work的 你起碼覺得 你有三千年的歷史 暫時的這個失敗 只是一時之間 讓我們重返這個世界的中央 只一可待 很多人相信 至少香港 就算是殖民地本身 在看那套中史教材的人 是相信這件事 因為近代史不是的 但是如果你新那一代 在現在已經有這麼多 不同的聲音的情況下 你還要讓他 再用放大鏡來看近代史 後果只會只有一個 當看得更清潔 會看到什麼呢 那我們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